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2021年1月的吉凶示意图 其实这个需要各位参与 我以往也有一些介绍每一个月或者下一个月的一些吉凶 但是需要各位的参与 有的时候不用 它直接就有显示 但是这一次依然是需要各位我们共同参与配合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是一个九宫图 除了中宫以外 其他的东南西北 还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 这么一共八个位置 我们需要各位看一下 也不用刻意去想 也不用非得对应去九宫图 九宫那个位置什么迅宫那是前宫那是正宫 不用这么对应 就完全是随机随缘 完全是随意的 你的一个哪怕是下意识 就是不要把它当成特别特别重要 特别特别怎么着的一件事 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娱乐也好 或调味品也好 可以当成一个这么一个玩的事 我们来去参与一把 看看您2021年1月是吉士兄 如果您选好了 您认为哪一个是您当下心态 所有圆的或者所有这个 跟他觉得看着很有眼缘 那么就选他 选完之后 那么就不要再选择了 不要后悔 不要犹豫 不要有个如果怎么怎么样 一会听完我说完了解释 我要如果选那个多好 对吧 不要 人生当中没有后悔药 而且我们研究易经的朋友 很多人都知道 相信一种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定数 这个定数 它不是所谓的宿命论 一切是定数 当然了 它也是相对定数 所以我们呢 也不要把它特别较真 就是选择哪个都是该着 那么好 各位 一共八个选择 如果您选择完 那么就开始给各位做一解答 到底哪些是吉 哪些是凶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从这个位置 来给各位解释 有人说 那我想先听那个 它实际上古人啊 在说卦中 说卦啊 里头有一句话 叫地出乎镇 齐乎逊 就是咱们先从 所谓的镇宫 给各位介绍 那如果镜头前的朋友们 你们选择此宫 此宫的符号 就是X00 或者是XOO 有人喜欢喝酒 喜欢跟这个有缘 XO 那么不管是你怎么理解 总之 在这里出现的X00 这个组合 那就恭喜您 这个组合非常吉利 非常吉利 就是说 如果您选择 这个宫位的X00 或者XOO 就恭喜您 那么2021年 就是咱们的新的一年的一月 我指的是公立的一月 公立 那么非常好 开门大吉啊 开年大吉啊 如果选择这个 就是各个方面啊 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顺的 其实呢 它实际上啊 它是农历的2020年的腊月 它正好该找属于交月 就是既算公立的一个月 又算一个农历的月 不管怎么定 总之 咱们按公立说是2021年一月 农历说是2020年腊月 如果选择这个 恭喜您大吉大利 就指着财运 财运 贵人运 身体运 相对来讲 都偏好 偏吉 那么好 选择这个宫的朋友 这是第二个宫 XXO或者XX0 哎 两个X一个O 而且两个X在前面 这个呢 就有一些问题了 尤其是在年底 等于相当于是年底 对吧 虽然它是2021年的1月 但是咱们的一般呢 往往是以正月立春 一般是以2021年的2月4号立春来定新的一年 这个时候 咱们一看这个 有的时候说是按年底算 那么如果选择了这个 就代表您可能年底收尾有一些问题 这个呢 代表年底 假如说有人欠您钱 收不回账的意思 收不回 别人欠您的钱 人家也说我没钱 就不还你 要么就什么呢 年底开支 或者开的钱 发的奖金少 哎 然后还有一个 人际关系 在这块显示 年底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啊 感觉谁都像绿茶表 啊 谁都好像在觊觎着你什么 啊 在窥视着你什么 这个中间的X实际上是窥视 就有人 看着你 暗中看着你 观察着你 如果从情缘的角度来说 这个宫内的信息告诉我 如果您去相亲 哎 不太可能成 哎 失败率高 所以这个宫呢 相对来讲弱化一些 但是记住 它只是弱化 它不是说大凶 谈不上凶 你让工资少发点或者什么的 它不算凶 它最起码发你了 对吧 它最起码给你钱了 就算别人欠你钱 它可能没有全给你 但可能也给你一小部分 或者从别的地方呢 来帮帮你 但是它没有全部还你 总之 这个不是特别原版之下 好 那么选择 这工的朋友 哎 这工的朋友啊 恭喜您 哎 恭喜您 整体上来讲呢 还算好吧 啊 整体来讲 算是好 但是呢 有个别的一些事情 不太吉利 就比如说 咱平常的孩子 不太听话 啊 小孩不太听话 年底给你找点事 啊 或者叫2021年1月 哎 找点事 啊 以及呢 就会让你感觉 哎 这孩子的成绩 怎么最近下降了 啊 就是无论是考学 考试 就是你考也好 孩子考也好 好像不利考学 啊 而且在这期间 这孩子的眼睛 容易更加近视 啊 或者说你读书 可能最近啊 读着眼睛不舒服 啊 有散光的问题 等等 这个呢 也是各方面 有一些小小的不顺 但是呢 它只是一种提醒 而这个功 如果各位选择了 我们呢 叫坤功 但是您呢 可以不用这么理解 啊 不用考量 他到底什么功 总之在右上角 这个功三个叉 三个叉 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 是不是否定 否定 否定 啊 人家有的还算 哎 否定之否定是肯定 然后呢 再来一个否定 那还是否定 我们不这么看 我们一般出现这个三个 叫急 叫急 什么叫急 就是极端的意思 那么极端 无非就是偏左偏右 啊 是偏好 还是偏坏的问题 往往选择这个 出现三个差 那怎么说呢 他只能提醒您 他还是一种提醒 你要注意了 啊 注意什么呢 注意 凡是跟长辈的关系 跟领导的关系 可能会处不好 啊 可能挨领导批 挨长辈骂 啊 等等吧 或者得罪长辈 得罪领导 得罪你的上级 同时呢 这个功出现的信息 代表失财 失财 啊 就是 与财的缘分偏弱 丢失 或者浪费 或者投资失败 哎 这要注意 还有呢 容易 接触的 很好的 异性缘也好 或者说朋友缘也好 容易这个分导扬镳 啊 不欢而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要注意 然后到这功 00X啊 有人说这写一个7多好 007啊 00X 00X呢 怎么说呢 这个功 也谈不上好 也谈不上坏 但是他是告诉你是先及后凶 就是如果你发现在这个月啊 你已经做一些事儿 而且呢 都做得很有眉目了 甚至到了中层的阶段了 马上要收尾了 在这个月 那么告诉你 这临门一脚 很有可能你踹不好 很有可能 以前所做的一些东西都白做了 功亏一篑 但是如果刚开始做一件事情 那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月的苗头 他越好 反倒让这个事情成功率越低 所以说如果一般的苗头 或者说苗头不是特别好 那么这就算急 所以说你现在得看一个 你现在的状态 现在已经很好了 比如说你刚升职啊 刚升职啊 提干了 哎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它实际上 它是一种提醒 它也是一种提醒 就是你升职是好事 但是升职之后 你表现出来的举止状态 不是好事 这都是提醒的啊 容易最后那个一脚踹歪了 踹飞了 要注意的 选择这个弓 零叉叉的朋友 哎 恭喜您 恭喜您啊 这个弓是非常吉利的 反而吉利的都画一个勾 现在有第二个吉利的弓了 一个是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弓 一个是这个弓 右下角零叉叉 非常好 这个弓非常吉利 有的人不明白 他说张老师 您这个写的是不是这个零代表圆满 叉代表不好 那么就是说 您这个零叉叉就是一开始好 中间不好 结果不好 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么论 起码从我这个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局 对 这是我设的一个局 哎 我假设的一个局 或者说是我制作的一个局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做这一个局 我不是将零看成就吉 将叉看成凶 不是这么论的 还有人可能会自作多情 他会多想 他觉得是不是应该是 这个里头的圈和叉的比例 看谁多 谁就吉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应该这是凶啊 因为叉你会理解成凶 那么凶的多是不是就凶了 那反倒我是让他吉的 哎 这是我另外的一套东西 啊 这个呢 不跟各位点透 总之告诉各位 选择这个功非常吉 人际关系好 财运好 爱情好 啊 就是身体还不差 唯一差一点点 唯一差一点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功 你有点太好了 哎 反正是不能过 就是太好了 也不是特别好 哎 但是相对来讲 要比其他几个功要好 啊 再看这个功 叉零 叉或者叉叉啊 那么这功好与坏呢 这个功呢 怎么说呢 这个功是相对一半好 所以呢 我也得画一个钩 但是画一个小叉的意思 就是它是一半好吧 但是总之它比这些功好啊 这个功呢 就是咱们怎么说呢 你如果说赚钱 代表是你预期的期望值 比如说一千万啊 我随便说的数啊 结果呢可能 你发现只完成了二三百万 啊 那也可以了 最起码是完成了一部分 还有很多人做事完不成 根本完不成 而且彻底失败啊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都有 但这个最起码呢 它没有达到期望值 但是也算成功 如果交往朋友啊 会交往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且领导对你也是很有关照 说明你与长辈或领导的关系配合的好 然后同时身体也不差 这都不错 这都不错 然后呢 最后一个功 实际一功啊 这是我刚才不小心碰的这一笔啊 实际上没有这个伴啊 有的人说你这怎么多了一个烟梨啊 咱们这样 零零零 三个零 算急 算凶 这个呢 最后一个了 如果按照九功来说 它在更功 也代表最后 或者代表新的开始 这个零零零 或者欧欧欧 或者三个圈 它是代表圆满中的圆满吗 它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功 如果在这个功 各位去选择的话 你看 刚才我说这些都是不圆满或者提醒 这个功呢 是一个半对 但这个功呢 我只能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一个 别看这是三个零 但实际上是一个差 实际上是一个差 就是总之 这个功 如果你去选择 就不太妙了 怎么不太妙呢 比如说遇事受阻 你刚想做一件事情 咔嚓 让你这件事情 缩水或流产 你刚想去跟一个朋友去交往 没事 朋友过来就扇你两眼光 为什么呢 这是不得人心 不得人心 不得财力 不得好运 甚至难听一点 就不得好报的功 这个功呢 就是假如说你最近犯点善心去做点事 以得抱怨的做事 结果换来的反倒是别人更对你的怨 这个功呢 叫多事之功 就是你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 还不如不做事 就这意思 如果你做了事 没准还不招人喜欢 不招人配合 还反倒是愿违 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 还会出现一些小人 甚至得罪很多人 所以这个功 如果选择了 你就得注意人际关系了 注意你最近的理财了 我觉得还不如就不动 不动 急凶毁那生互动吧 不动 最起码没有急没有凶 对吧 虽然没有凶 没有急 但是你最起码你是平的呀 对吧 你万一动凶多几少 甚至没有急呀 在这个功出现的话 那你干嘛还要动呢 是不是 当然不管怎么说吧 说的这些只是一个长矛啊 跟各位的一个介绍 说白一点 就是带着大家 咱们一起进入到医学的环境 进入到医学的思维 同时呢当成一个娱乐吧 哎 其实这个东西你说 有道理 它是有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 就一定百分之百的 针对所有人都准 而是说这个东西 它很有意思 对吧 它很有意思 毕竟它有准确率 而且它也非常非常符合 传统的医学思维 所以呢给各位呢 设计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所以你会发现啊 如果镜头前的朋友 是我们的老粉丝 往前倒我们的视频 会发现 我们很多个月的预测 所做的这些都不一样 设计各种场景 带着大家去玩 就跟看电视剧 看电影似的 对吧 都看宫廷剧 也没意思 都看悬疑剧 也没意思 都看爱情剧 也没意思 咱们就是五花八门 哎 形式不重要 实质是重要的 但是呢 放下的心态更重要 因此看待它呢 你就随缘的看待 好 谢谢 谢谢